字幕提供 各位親愛的觀眾 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 我們這個藝術新天地的藍幕 我是David 李敏博 在這個藝術藍幕當中 我特別安排了一個內容 就是說讓大家一起討論 和分享一些優秀的攝影作品 影視製作 廣告創意 美術設計 甚至一些畫畫的技巧 在這個研討的藍幕當中 結合了我自己在學習藝術 和多年工作的一些經驗 技能 體會 這樣的話 我就把每一個的作品 提供他們的創作理念 又或者他們在技術方面 很詳細地跟大家一一地解說 好 如果你是一位初學者 或者你想更進一步地學習 歡迎你參加我們這個 影藝教育課程 和他的講座 這樣的話 讓你注尋夢想 盡情發揮你的創意 好 多謝大家 各位親愛的觀眾 我們這一個節目系列 都是圍繞著 藝術這兩個字 作為主題的 眾所周知 音樂呀 唱歌呀 書法呀 畫畫呀 攝影呀 寫作 設計 甚至是影視的剪片 又或者是配音 都是藝術 那麼 到底 什麼叫做藝術呢 那 曾經 有位中國著名的書畫名家 他也是我爸爸 他叫做李家培 他不但是一位書畫家 自從七十年代到現在 他已經是桃李滿天下 他曾經對他的學生 說的一句非常之簡單 而又不容易回答的一個說話 他說 可不可以最簡單的一兩句說話 回答 什麼叫做藝術呢 當成的學生 真的一下子 拋頭了 其實這個話題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這樣 就現在由他親自 和大家分享 什麼是藝術呢 因為藝術這兩句詞 很講究 你說它很簡單就可以 甚至現在就是最廣泛的 藝術這個名詞 那什麼叫做藝術呢 有很多講起來 都不理解 藝術這個名詞 是最簡單的解釋 就是藝術等於手加腦再加心 什麼叫做手 這個 例如這張桌 照式照樣叫你去製造 那這個單純的手可以解決 這個就叫做製造 好了 短的叫做 再加腦這個 加腦來說 就是說這張桌 要設計改良好一些 那時候要動用腦筋 動用腦筋的時候 這張叫做 得出來的就是技術 這個就是手 加上腦 再加心 這個心就是什麼 就是感情 例如寫一張畫也好 寫複字也好 都要寫出那種情感出來 那這個呢 才成為一種藝術的作品 還要加上作者的個性 去變成面貌風格 根據以上所提及 我們可以運用在我們的 影視創作各方面 比如說 手 就是 如何操作 練習 追求那種熟練 腦呢 就是 如何思考 學習 分析 反思 總結 和改良 而心呢 就是我們如何表達我們的情感 讓我們的觀眾 如何產生 一種共鳴 現在我們就以攝影為例 第一點 我們如何去掌握 我們的相機操作呀 達至運用至於呀 第二呢 我們如何去理解 攝影的一些原理呀 知識呀 美學呀 我們要掌握 光圈呀 快門呀 速度呀 我們是要不斷地學習提升 並且呢 要多些去 學習 欣賞 參考 別人的作品 那 而第三呢 我們 要追求一個最高的藝術境界 就是什麼呀 就是以情感去動人 這個是最高的境界 曾經呢 曾經呢 有一位香港的攝影大師 叫做何凡 他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就說 藝術呀 除了情感之外 什麼都不是 嘩 這句說話 非常之精壁 所以呢 我自己的心得體會就是說 不論你是從事攝影呀 畫畫呀 設計呀 或者其他的藝術門類 不管你是使用什麼的器材 關鍵就是說 你的作品要表達兩個字 就是情感 好 多謝各位的 好了 今天我們的節目到此為止了 下一次再見 多謝 作詞語